在武侠的世界中 总有一种人虽然资质平庸 但品性纯粮 总能遇到贵人相处 机缘巧合之下 不是被强行传授一身绝世武功 就是轻易地获得举世无双的武器 欢迎收看导演对我下手的 武侠套路之主角成长记 是哪儿 写屏洞 这是哪儿啊 仙女姐姐 若有缘人见此字可叩首三次 这也好 她这正常的她会磕头吗 你可以给我看 若有缘人见此字可叩首三次 这种地方都有机关吗 主板秘籍 主板秘籍 这我记得住吗 你就烧了 写的啥呀 算了我还是回家吧 怎么样 我就说没记住吧 铁平洞中洞 铁平洞中洞 你还猜你会有谁呢 老夫等你已经等了五百年了 这是武侠好吗 这不是神话 老夫等你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能过这么久 他吃什么呀 我终于等到你了 敢往阁下市 老夫困于此洞当中 空有一身本领 却无人可传 今天终于等到你了 来 老夫将六十年的功力 全部传授于你 前辈 是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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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将六十年的功力 坚守传授于你 我一命不久矣 但是 我也是有一件心愿未了 我要你替我报仇 好 你说 你的仇人是谁 城前 能收一个像你这样的徒弟 我已死而无憾了 如果你倾家练习 日后必定有所作为 老夫在这东西 你仇人那是谁 你说呀 我的仇人就是 你 你 我 师父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一只雕跟一条蛇在别舞 好功夫 雕兄 小心 我来帮你 雕兄 你没事吧 原来雕兄来自于西域 那我就叫你杀雕吧 好剑 雕兄要将此剑赠予我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既然雕兄什么事 你仇人 对 你真是没用 我 你再帮你 也不 你再帮我 来 我 你再帮我 你再帮我 好賤 那肯定是好賤啊 很貴的 雕兄再將死賤贈於我 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你聽不懂我說話嗎 快還我 既然雕兄盛情難缺 那在下只好 恭敬不如從你頭 神經病啊 快給我放下 只可惜 我還要幫師父報仇 咱們江湖再見 告辭 你把賤還給我 你報仇乖我屁事 你出不了人 把賤還給我 雕兄不要送了 你快點給我回來 地獄空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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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走 很尷尬 大俠是神聖的 柔柔是神聖的 我雖然是個大俠 但我只喝那牛奶 為什麼不練密集 因為密集上身體 現在我就進東區 去拜見我師父 他的名字叫做秋千里 我XX 1 1 3 2 2 原來是神聖的